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今天整个网大洗版了 到底大洗版的节目收视有多少呢? 稍后就知道了 照顾,上星期的一周收视 根据CSM 媒介研究 以及Eubora 收视资料数据显示 上星期三线剧集的收视齐齐上升 处境剧《爱回家之开心》 速递跨平台直播收视最高20.8点 135万观众升了少少 0.6点 马德宗、张希文、王志文主演的 《再见枕边人》最高收视20点 130万观众升了0.9点 叫做碰到二字头了 播了两个星期 暂时非天爷爷仍然觉得都OK 但这个迷底 真的不应该或不适宜拖得太长了 其实上星期应该开始一步一步 揭开这个迷底才是 曾经看过 香港某个赞社《偵探小说》的作者 他就说 偵探小说是不能够作者自话自说的 要令到读者可以同时一起去查案 一起去破案 你可以误导一些读者 但不可以什么都被盖住 什么都不说 然后由作者自己说出来 读者才会看得高兴、看得够过瘾 《再见枕边人》播了10集 比观众的线索似乎又不太多 故弄圆虚有点过了位 假如按照新闻稿所说 观众看到一半都未知发生什么事 其实是很牙烟的 一来再见枕边人 又不算是很愿意 没什么危险感 即是不会看到很害怕那只 只知道几乎全部人都不是好人 虽然一直把马德忠描写到好像一个坏人 反而觉得他可能是个好人 想保护王志民 希望今个星期不要再拖 要开始入直路 陈志瑶、罗子逸主演的分后时 最高收视18.7点 121万观众 升了1.4点 都算不错了 仍然是近期我自己的大爱 賴慧玲做得很棒 那种又不可以痛到出面的演绎 由他来搞的话 真是最适合不过的 很多人都嫌弃陈志瑶 大爆发的会不会太过了呢? 就这样看一两集 有时真的觉得好像过了一点 但假如你了解了他整个角色的性格 还有他的经历的话 他的蜆斯底里放在这个角色上 我反而觉得挺OK Emma 本身是一个蜆斯底里的女人 他承受的压力 例如他母亲从小到大给他 罗子日爸爸带来的经济压力 他们的相处 罗子日即是脱离现实 都为他带来另一种的经济压力 女儿带给他的压力 当然 还有就是罗子日出轨的压力 一切都可以足以令到他 合爆式的揽炒的发泄 现实生活里面有没有那么蜆斯底里的女人呢? 当然有啦 网上也见不少啦 不过当然你可以说 演员都可以考虑多一点点 就是观众的接受能力 你可以视作是一个商业的考虑 畢竟演员的演绎也是一场买卖 三线剧就说完了 回到其他节目身上 资讯节目东章西望 最高收视22.2点 144万观众 虽然跌了0.4点 但仍然是上周的收视冠军 有没有看这两集的节目? 明天有第三集上中下 就说蛋蛋姐 都挺蜆斯底里 我这些女人就是Emma 那类 可以是 不过分别是 我相信你不会想看蛋蛋姐 湿水吧? 好了 心美冯瑩瑩、陈若思 和魏嘉敏主持的问答游戏节目 空迹时息 最高收视15点 97万观众 升了1.6点 众艺节目 尋找世界另一个我 台湾片 最高收视15.3点 100万观众 升了1.8点 到期吧 好了 礼拜六日 我先讲下 礼拜日晚的歌唱真人show 中年好声音宜 白强诞生 最高收视是21.4点 139万观众 很多次在危险区 都成功脱到新的陈善亭 今次终于都要淘汰了 今晚东张西望之后 就播了隆重登场的MV 今天大家有没有看 觉得好不好 收不收货 有朋友说 总算是录了一首 属于中年好声音2 自己的作品 相信演唱会都应该会有吧 到礼拜六晚 亚洲超声团 说成团之夜 总决赛 在澳门那边 举行 最高收视15.6点 101万观众 有100万人看着成团 也可以 老实 大家留意到的话 我都没怎样追亚洲超声团 所以大家都见过 我很少分享这个节目 加上我很怕说人名 太多人了 所以我更少分享 最后成团9人 我对他们没有太多意见 因为没有追开 只是有几个我较有印象的 都不入围 是有点意外的 但最费解的 大家都知道 就是团名 Alon9 我即时在Facebook Fan Page 贴了一张陈法庸 跟大家开玩笑 其实都预计了 今天会大洗版 都不用今天 昨晚就已经开始了 有人问 为什么非天爷爷都来加多脚 是吗? 这样叫加多脚吗? 证明我一个独立的个体 不是同事 对于TVB 我更加不需要拥抱瑕疵 说到这里 我今次真的要赞一赞 TVB仲藝的小编 这次很棒 他回应网民的留言 真是一绝 很好笑 有人在IG留言 一集都没看过 小编就回他 没看过 都愿意留言 是爱的 接着回到TVB Fan Page 又是TVB仲藝的小编出现 我怀疑就是他一个人全弄了 有人写 就说 名字以为粗口 小编叫留言的人 不要想太多 接着有人说 以为说泰文 正 小编正到答他 有没有看掌门人的感觉 又有人说 一听到名字就想笑 小编真是掌门人上身 最紧要大家开心 Super 小编的回应 是不是很棒 很多人都问 Alone Nine 到底是谁想出来的 一见到Lone 我就立刻想到 是内地官方将龙的英文 译成L O O N G 加上Lone Nine 这个鞋音 我第一时间想到 是一个 不是很懂广东话的人改 还有就是 假如真的掌门人改的话 会不会是刻意制造话题 反正他们之后都会去北京训练 到时可以再改 今天官方出了一张照片 以为名字只有L O O N G 只有Lone 没有了Line 那会不会真的有些变动 还是是把照片被人撿过 你知道白痴而已 很容易批准 很容易撿走 好了 这个名字是掌门人改的 还是内地不太懂广东话的人改呢 这么多个揣测 我自己觉得Lone Nine 这个名字 的确听起来有点怪的 这么怪的名字 我觉得 似乎是拒改 Lone Nine Lone Nine Lone Nine 就会见到 记得订阅 HELLO 假如你喜欢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但假如你恨死飞天爷爷 无谓浪费大家时间 订阅之后 记得按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 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有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 万一被飞天爷爷措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 是没办法够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有兴趣的话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包括自己的社交平台 鬼资格资格资格中 també有些使害超广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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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mm 我的 chapter Con属刀 中�ğu 学码